Membus 上一次你介紹了兩個很特別的玩具 我知道你今天又有一個特別的玩具 也是玩具 因為介紹到上癮 我覺得很特別 所以這次我也很期待 為了拍這個節目 你知道我公司小得很緊要 把他搭高了 女人找了兩天 找了東西出來 找了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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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拿出來 因為有些買回來是不合理的 是佛收藏佛看著他的樣子 這次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上次講了Mattel的吉他 Mattel第一款出品的產品 1947年的吉他 這次是比較後期的 1972年 1972年 他叫做Mattel P.E.School 即是未上學之前 他叫做Talking Pictures Talking Pictures 甚麼意思呢 Picture有了 就是這隻 就是這樣 有畫面 他跟著這盒賣的時候 有六隻 其實這是唱片 這是唱片 這是唱片 你記不記得我之前和你提過 全世界現成最小的唱片 是兩吋 這隻兩吋半已經算是排第三 有機會我再跟你說第二那隻 這隻 為甚麼它會叫Talking Pictures 是 因為讓小朋友聽 這個電話 插圓大的電 插圓大的電 插圓後 插圓後 只要比導師 30秒 3秒 3秒 因為P.E.School 小朋友都沒有耐性 聽完 之後 小朋友會自動按一顆 按回小朋友 這樣就會出電 對 收尾一隻 再播放第二隻 玩一下 就開始對聽說 聽故事的興趣 也知道一些新的科技 這是1972年出版 是的 但1972年已經是禁制電話 如果是這樣計算 即是那時候已經出了禁制電話 是的 我記得我們來說 全部都是搬 還在黑色 我想電話公司 可以給錢 可以租電話給你 都是只有那個款 可以購物 我記得80年代 開始有很多禁制電話 電話公司 可以給人租 但這個人們先走很多步 對 1972年出已經出了禁制電話 如果那時候有那麼色彩 大家都要這個 不要搞那個 是的 好像是否另外一個版本 對 另外一個版本 其實比這個 是1965年 我拍了一張照片 就是這個樣子 OK 這個就是傳統電話 就是撥的 代表了1965年沒有按鍵 70年代開始就有按鍵 按鍵 但這個也是同樣 是插 這隻碟在旁邊插進去 打橫推進去 用四寸碟 那時候出四寸碟 四寸碟 結果越出越細 都好像要破自己的紀錄 OK 這個真的相當特別 對 對 對 那盒子也很漂亮 對 我訂回來後 很便宜 整套買光 你想不想到這麼便宜 105元港幣 所以你有興趣去找這些 音樂的東西 其實是很多很多 對 想不到音樂之中 可以變成這麼多玩具 對 真的很好玩 所以如果自己有小朋友 拿一些出來和他玩 肯定親戚關係做得很好 對 好 下次再介紹另一種 對 是 如果我們有一個商人 可以在這裡